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产务权方面的维权 一直到走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有一些人权方面的个案 或者叫为政治辩护方面的个案 所以说维权的话 我觉得不能单纯的用维权去囊括这些势力 我觉得可以把不同的历史阶段 做一个明确的气氛 假如说同样是维权历史 我们可以把它细致区分成是 维权历史还是人权历史 如果是为信仰宗教自由 表达自由这种政治权力所辩护的 我们应该把它称之为人权历史 而普通的为了一些民众的务权 为了自身的经济上的利益辩护的 称之为普通的维权历史 这样的话就便于我们讨论 在中国当下的政策之下 为什么传统意义上的维权历史 也就是说更具人权历史内涵的一些历史 会受到惨重打击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待 中国的最高法院在萧扬的时代 他们试图把法律做成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的时候 维权历史他们是有自己的发挥的空间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中国的法律 起码在字面上在实事上 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原说的平台 然后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利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08年奥远会之后 中国的法庭已经没有办法 给维权历史提供这样的平台 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 在维权历史所参与的案件上 出现了一种大量的这种完全走过场的 或者是完全不能够让维权历史充分施展的平台 我基本上有个观点认为 就是说到08年之后 维权历史这个概念就已经死了 现在还在活跃的一些维权历史 我们不妨称之为人权历史 他们很明确就是为政治权力所辩护 但是对于当局来讲 他们的容忍度我们也是可以显而易见 就是说对于传统的以维护物权和利益权力的 这种维权历史 他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宽容度 但是他们对人权历史 他们是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 这里头很明显的就是包括为信仰者群体 包括为法轮功修炼者群体所辩护的一些历史 那这次为什么709这个律师大抓捕里头 会表现出更以往更恶劣的状况 也就是说这些律师被抓长达一年的时间 见不到自己的家里人 他们家里人委托的律师也会被官方单方面的解除委托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对于当局来讲 法庭只是成为他们走过场的一个形式 那这个我们更细致地要看就是为什么 除了这些人 他们本身更具人权历史的特质之外 我们也可能能从中间看到 当局其实是非常精准地做这种打击 就是说他们对一种连接枢纽 他们的打击力度是非常的大 就像周世锋他是代表了维权历史和普通的 法民之间的一个连接枢纽 而屠夫是试图在国内的网络领袖和 维权群体和维权历史当中 做一个连接的枢纽 而胡诗根他是试图在一个 家庭教会和维权历史和法民群体当中 做一个连接 那信仪剑他就试图在一个知识分子 企业家群体当中做连接 你看当局他们都会非常精准地 对这些人实施打击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对于当局来讲 他们已经完全 其实把维权历史的群体当成一个 特别是人权历史当成一个 重点的打击群体之外 他们的目标也是非常精准 有代表性的像普通常 取连接枢纽的作用 像周世锋王矣的这些人 打击是非常的残忍和残酷 并且他们是完全可以不顾国际压力 他们只需要走过场市的 包括这次周世锋 包括胡适根他们的审判 都是一种当天开庭 当天宣判 当天让当事人认罪的方式 达成这种打击的目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 对于中国的维权历史 包括这些人权历史来讲 基本上可以说也是走到了尽头 特别是对于人权历史 当局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让人权历史发挥他的自己的作用 对于以前 包括为政治犯辩护的这些人权历史 我想以后官方更多的会用 官方指定律师 而不允许用家庭委托的 这种方式去处理 我想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 非常远近的局势 而这些人一旦进入了他们 这个司法的范畴 我想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 例如在监狱当中 长达数年不允许见到家属 不允许见到律师 只允许由官方委托的律师来参与 然后他们在监狱里头的 受到的虐待酷刑 或者是完全的不符合 国际的人道的准则的去处置 这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一个 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